大家好,今年前三个季度 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依旧是下降的 而且下降的非常厉害 过去我们鼓励生二胎 还有一系列的政策 目前看起来起到的效果非常的有限 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起到效果 关于收入啊,工资啊,家庭资产积累 还有房价等等一系列的因素啊 以前说过很多次了 今天呢就不谈这个了 今天啊主要谈一下 人口结构锐减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情况下 它对中国的经济结构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这不仅仅是对中国 对所有逐步进入老龄化的国家来说 都是有作用的 同时呢也参照了一些已经进入老龄化的国家 比如日本 他们过去所发生的一些改变 比如我们过去房价的大幅度的增长 就和人口结构有关 看看我们的出生率最高的是哪些年 对吧,其实80后出生是非常高的 90后呢就略微下降 95后是断崖式的下降 那你看80后 对吧,他这个出生率这么高 那他们到了适合年龄 住房需求就是非常大的 那市场上住房的供给又没有那么多 同样的反映在教育资源也是一个样的 所以啊很多大城市 对外籍人口子女就学 对吧,限制的非常的严格 其实在未来的几年 他会逐步放开的 譬如北京大概五年后 入学儿童就要减半的 对吧,很多学校啊都会空出来的 会空出来很多位置的 同样的啊 我们目前呢还是发展中国家 那么发展中国家 他的资产估值呢 普遍比发达国家高一到两倍 市场呢是默认这种情况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发展中国家默认是增长的 总需求是扩张的 扩张的因素 无非就是两个 第一个是人口 第二就是生活方式 下下传导于复制 人口嘛 就是人口在不停的增长 生活方式不停的下下传导于复制 简单解释一下 譬如08年 经济危机 我们知道有家电下乡 这就是生活方式的 向下传导于复制 你像电视 冰箱 彩电 空调 这些原本啊 主要是城里人在用的 农村人是用不上的 所以通过家电下乡 农村人也逐渐买这些东西了 这就是城市生活方式的 向下传导 那其实08年往前 再推个10年 如果是98年呢 即便在城市 能用得起这些电器的人 也是非常少数的 所以他是先从城市的 这个有钱人 逐步呢 扩展到城市的平民 再从城市的平民阶层 向农村去扩展 这种向下传导和复制 也带来了巨大的增量市场 经济的发展归根结底 离不开需求 你的支出 就是别人的收入 同样的别人的收入 也是你的支出 所以 归根结底 大家的收入啊 都是来源于支出 如果大家都不想花钱的话 那显然支出在减少 那社会总需求就在下降 也同样的人口在减少 社会总需求 也是在下降的 那即便人口不减少 生活的下下传导复制 这玩意也是有极限的 你像空调 农村基本复制完了 那就没有新的增量市场了 那除非想增量 就要去发展中国家 这其实是过去发达国家 经济发展的一个 十分重要的因素 这也是发达国家呢 需要开拓殖民地 或者是抢占海外市场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以及附着在 这些产品上的 什么自由民主 普世价值等等 本纸上是讲一个故事 有利于它产品的 推广宣传与发展 那其实目前海外的 增量市场 就是第三世界的增量市场 其实也基本结束了 因为第三世界国家 也是一样 经济也没有实质的增长 能买得起的 对吧都买了 买不起的呢 还是买不起 所以如何扩张第三世界国家 就显得非常有意义 当然这个说的有点远 我们继续回到中国来 对吧 向下传导和复制 那么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 除非还有全新的技术 你比如以前黑白彩电 突然升级成 这个彩电了 对吧 黑白电视升级成彩电了 那大家就会有全新的换机场 那大屁股彩电 又升级成液晶彩电了 那又会有全新的换机场 对吧 当然现在我觉得电视啊 再怎么弄啊 也弄不出新花样了 手机也这么回事 对吧 除非是有特别让人亮眼的新技术 才会引发换机场 才会带来实体经济的进一步的繁荣 如果没有特别颠覆性的科技革命的话呀 实体经济的繁荣呢 还是很难的 所以前两天啊 元宇宙大火 这其实还是停留在概念的阶段 那你看新华社等等 对吧 我们国家呀 对元宇宙很感兴趣 为什么很感兴趣呀 还是希望对传统的行业能进行颠覆 因为元宇宙看起来是虚拟的 但是对吧 它涉及到很多领域啊 你不管是半导体啊 芯片啊 5G啊 AI啊 穿戴设备啊 也涉及到屏幕啊 等等 看起来是虚拟的 其实呢 它关联了很多现实的产业 如果这个东西能成 这个故事能讲成 这个概念啊 能发展起来的话 它依旧带动实体产业的一个升级 就像我们说的 由大屁股彩电变成液晶彩电 是一个样子的 所以啊 是需要全新的升级的 如果不升级的话 那在现行的情况下 市场啊 基本上就已经扩张结束了 那下一步呢 自然带来的就是衰退 以前我老讲 小米手机的例子 你看小米手机 最近啊 这个股价跌得很厉害啊 对吧 手机的换机潮 也都过去了 小米最开始 对吧 出米一米二 那很亮眼 就像当年的苹果 那现在 你再出新机 又能新哪去呢 功能有实质的突破吗 似乎也没有 如果我持的是上一代机 我可能会持个三年四年的 我为什么着急年年换机呢 道理啊 就是这么道理 对吧 所以我们人口结构呢 在发生着根本性的改变 同时呢 生活方式下下传导于复制啊 也几乎走到极限了 那实体经济啊 就面临了一个很大的困难 其实放到全球都是这个样子的 人口结构呢 对吧 这个改变呢 也继续的讲一下啊 其实我们看 近几年的出生率都不好 都不好 对吧 其实能看到未来五到十年 那么你至少现在生孩子啊 你要到七年之后才上小学的 未来五到十年是能够看到的 对教育产业 冲击是很大的 首先入学儿童 减少的就很厉害 那学校的资源 由原本的不足 变得过剩的 那校外的培训 自然就越来越没有市场 同时你将反映在 童装 对吧 或者是催孩子的那种小车呀 小椅子呀 对吧 儿童玩具呀 甚至一些儿童奶粉呢 接下来会越来越内卷 因为人口结构啊 并不支持这些产业 继续繁荣下去了 对吧 过去这些产业繁荣呢 其实和消费升级有关 但是消费升级也这么回事了 对吧 出生率有这么少 那你说未来的这些领域 对不对 那其实我们越来越进入老龄化了 再加上啊 55后到60后 这波退休潮 这波人又是享受 时代红利最多的 对吧 你不管是这个 当年的下海呀 还是购房啊 等等 都享受最多的时代红利 那这波人是很有钱的啊 所以 那么这个老年经济呀 就必然会越来越多的 日后啊 我们可能会看到啊 就是换两个鸡蛋 或者给老年讲课 这个产业虽然很多人非常不屑一顾 甚至认知啊 这是收智商税 但是 这个产业肯定会越来越蓬勃发展的 这就是人口结构决定的 甚至说呀 关联到一些老年的保健品呀 滋补品呀 等等 看起来是智商税 但是 它肯定是一片蓝海的市场 因为这个市场在 不停的往上增加的 而反映在青年人身上 对吧 如果是 还是存量经济 就现有的基础消费呀 因为青年人越来越少 那显然啊 呃 也是一片红海 其实并不好弄 并不好弄啊 除非是创造新的需求 对青年人来说 他喜欢新的东西 就像现在这个元宇宙一样 对吧 最开始啊 你比如反映在股票市场 啊 对吧 机构其实吵的不多 就是很多这个 年轻的股民呀 尤其是 其实很多学生 现在手里有个对吧 呃 有点钱啊 也去 也去开个户 都是他们给冲起来的 年轻人不是很理性 但是他喜欢新的东西 喜欢新的概念啊 喜欢讲故事 喜欢吹泡泡 对吧 不管你说这个是不是泡沫 但是人口结构就是这个样子 对吧 那么社会的发展呢 也必然会反映在 这些阶段 呃 我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评论啊 就说他 对吧 七岁的时候 他妈妈给他买了贝贝加 十二岁的时候啊 他妈妈给他买了好地星 二十二岁的时候 他妈妈给他买了一人一本 啊 三十二岁的时候呢 对吧 他买了一个8848 钛合金手机 啊 现在四十二岁了 幸好他没有买小罐茶 人生的每一次智商税啊 都被收到了啊 当然最后一次没有收到 但是啊 对吧 他在讲 当我52岁的时候 这个老杜还会搞个什么东西出来啊 再收我一波智商税呢 年纪越大呀 越怕死 越会追求一些养生保健 虽然有的明知是智商税 他也一定会去参与的 呃 如果借鉴日本老龄化的经验啊 呃 日本对吧 譬如白酒 譬如酱油等等 这些消费量是减半的 为什么呢 老年人嘛 对吧 养生专家都会告诉你 少吃点咸的 要清淡 老年人越来越多 那酱油消费呢 就逐渐的减半 越看越大的 酒也是一样的 啊 酒也是一样的 对吧 那老年人越来越多了 都要养生了 少喝酒 少臭烟啊 这个烟呢 等等这些消费啊 都是要逐年萎缩的 都是要逐年萎缩的 呃 甚至啊 对吧 会有很大的萎缩的 同样的啊 呃 近两年我们经常看电视 一些老旧小区要装电梯 对吧 其实我们更大的老龄化还没来呢 那之后呢 老旧小区装电梯 显然会越来越多的 会越来越普遍的 那么这个电梯行业 显然会有一个短暂的繁荣 这个从事老旧小区装电梯 对吧 这类的行业啊 显然也会有一波小爆发的 呃 所以啊 这个人口结构的改变呢 归根结底 呃 还是要 对吧 还是要考虑一下 对吧 这个人口结构所带来的消费的改变 那带来的消费的改变呢 如何 呃 去布局好自己未来的事业啊 规划好自己未来的前途啊 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因为 对吧 即便是社会总需求啊 在下降 但是 对吧 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 传统的一些需求 降的更快 但是它又会有全新的需求 就像刚才说的老旧小区装电梯 等等 等等 呃 这些呢 对吧 其实也是全新时代的全新的机会 如果我们看中国整体社会的发展 对吧 如果我们把时间线拉长 归根结底啊 就脱离不开这么几个东西 就是吃饭穿衣居住啊 还有出行旅游 呃 以及长寿 就这么几个东西 对吧 那么改革开放呢 实现了吃饱肚子 那追求的就是穿衣 所以中国第一批富豪啊 都是搞 制衣的 甚至很多都是一些小厂子 甚至不太规范的小厂子 那么那时候大众呢 也穿不起品牌 呃 比如当时 比如李宁都很贵的啊 虽然现在也叫大众化 那当时都很贵的 香港早期的 这个富豪啊 也是搞成衣制造 搞玩具制造的 那么成衣之后呢 紧接着80年代到90年代 结婚呢 就需要四大件 这四大件啊 就是彩电 冰箱 洗衣机 还有录音机 所以当时很多 比如我们说的长宏啊 等等啊 这些搞电器的企业 就膨胀的很快 同时当时也涌现出了 苏宁 国美 大中电器 等等这些卖电器 对吧 因为那个时候呢 呃 城市有钱人的生活 家用电器 正在向长宏市的 大众复制 所以它的利润很高 买电器的人很多 但现在你看对吧 现在苏宁儿一屁股债 还不知道怎么弄呢 对吧 那紧接着2000年呢 就是进行了房改 房改呢 带来了住 再加上巴林货这拨人呢 对吧 已经长大了 城市化也加快了 所以在2000年左右 对吧 这个富豪啊 股市啊 对吧 比如万科啊 第一大牛股 都是 都是这个东西啊 都是 这个东西 那也因为要盖房子 所以 三一中工 对吧 当然不止盖房子 还有大兴基建等等 三一中工 当时啊 也是一只大牛股 那现在呢 这个颓势非常明显 甚至很难拉得起来了 对吧 就是因为啊 这个盖房子啊 大搞基建的时代 几乎要过去了 日后呢 还会有一些基建 但是不会有以前 规模那么大了 呃 那 对吧 吃衣住行等等都差不多了 那这个时候呢 有一些富裕的人口 就开始追求汽车的消费了 所以05年开始啊 汽车的消费 是兴起了 所以就发展出了 上汽集团 华晨宝马 等等 一系列的汽车的巨头 呃 那到09年左右 对吧 这个雾霾啊 污染啊 空气的问题 又摆上日程了 大家都很抱怨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新能源自然呼之欲出了 呃 所以归根结底啊 还是需求的问题 那需求呢 又会反映在人口结构上 不同的人群 不同的年龄 对需求是不同的 那人口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 那社会的需求啊 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那每一次大变化呢 对吧 都不是那么的平稳 你比如90年代的物价闯关呢 郭根结底啊 也是社会需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所以吧 如果 未来 不管是买股票吧 或者是其他的领域啊 对吧 是要考虑这些事情的 是要考虑这些事情的 呃 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 八九十年代 结婚四大件 自行车上 那时候对吧 凤凰自行车 永久自行车 天津呢 自行车上 是中国 数在前级的企业 但是现在 你搞个自行车上 不陪着你水当尿裤子 那马上有多少利润呢 那么归根结底啊 就是 消费在升级 对吧 同时人口结构呢 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所以一个呢 是要考虑 消费其实是不停在升级的 因为需求是不停在增长的 虽然很多人的钱包跟不上 但是啊 需求还是摆在那里的 啊 所以其实 前些年表现的最为剧烈嘛 你看那么多的带 各种带都出来了 就是因为啊 需求的欲望是很强的 虽然钱包吧 不太满足 但是可以去带嘛 对吧 那经历了各种带的 沉痛的经验 现在呢 消费趋于旅行 但是啊 因为技术并没有实施的突破 其实大家 对吧 对现实 现实需求的不满 也是 对吧 越来越多的 越来越多的 那之后呢 消费呢 还会逐渐的升级 对年轻的消费 讲故事 搞概念 吹泡泡 肯定啊 还会一波又一波的 对 中老年人来说嘛 那就越来越 去向于这个 养生啊 健康啊 对吧 低盐 低油 等等啊 越来是这个样子 然后社区啊 叫装电梯啊 等等 那收智商税的东西 也会越来越多 一个对老年人 就很容易收智商税 对青年人 也很容易收智商税 不要觉得我们年轻人啊 老觉得 很多 对吧 这个岁数大的人啊 去听保健讲座呀 等等 是收智商税 其实啊 这个年轻人被收的智商税啊 那是更多的 这种不久前的元宇宙啊 其实基本上啊 目前来看呢 也是一个智商税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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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